鲜艳 混杂 与贫穷 这是印度的表层 多元 宁静 与和平 这是印度的里层 无论表里 印度正一辆条走廊 影响着世界的经济思维和心灵 从北方的德兰沙拉 一路往南走到菩提加业 这条绵延上千公里的宗教哲学 心灵走廊 是无数人心灵的源乡 他们在这里安定身心 追寻灵感和创意的启发 对照之下 从首都新德里到第一大城孟买 总长将近1500公里的德里孟买成长走廊 则是一个让全球企业眼睛发亮的成长机会 他们积极卡位 寻找最好的商机 六年前就进入印度市场的大陆工程 也是其中之一 基本上那个市场 因为它就是有那些大型的 infrastructure在走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的model会出来 所以我觉得机会是在那个地方 十多年来 印度高速成长的经济实力 早已成为全球企业的必争之地 但是印度的基础建设却和经济实力好不相称 让前往投资的企业频频摇头 投资印度四年多的连强国际感触特别深 假如说我们一般来看那个我们叫成长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抖的这种状况 印度在这一段 刚刚才扬起来在起跑而已 不过它那个会持续多久 会是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它的印发刷就太差 在印度充满了许多改变的可能 无数的异乡游客踏上心灵走廊 寻求改变自己 印度又将用全新的成长走廊 翻转自己改变世界 转变中的印度分秒之间 都能让世人发出不可思议的惊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